名稱叫rb1,rb2,3,4,一次類推 它有個屬性 check 的 就是說當它有被點選的話 then 然後輸出的話也是lbl output,點txt 後面輸出幾分手的話 像這樣的程式的話該怎麼做 首先一樣這裡的話 我們把剛剛那個專案先關閉起來 記得先存檔 將來你要找得到 否則要交通額都要重做 新專案再來的話在桌面上呢 在這裡建立比較ch5-312 5-312好按確定 建立之後呢接下來根據這邊的題目 我們也是要把它打開 它預設只是 before 設計先設計 設計再來的話呢一樣喔 我們就先做什麼表格 插入一個表格 然後幾藍幾列呢 1 看起來應該是兩列 應該是兩列 然後藍的話應該有四個選項 所以四藍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這兩個儲存隔閉 好了 因為這邊一個按鈕 這邊一個按鈕 所以把這個地方修改裡面做 做合併 那這邊換一個按鈕 這邊做一個輸出 所以這邊修改 再把它合併 然後合併 接下來呢 把這個 這個radio button 找到一個radio button 拖拉過來 把一個 兩個 在這裡 三個 四個 然後再加一個button 按鈕 再加一個label 好 先把它 這個 板面先佈置好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在上面喔 改一下 一個名稱的話 我們把它改成rb 多小寫好了 rb1 再來上面的名稱呢 記得把它改一下 上面的名稱叫做三分熟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三分熟